小型的耶旦摩天轮闪着灯光不断转斗 一旁还有各式各样模仿芬兰耶旦村的装饰礼品 精致又有趣的礼品有不少都是以手工制作 用来当成庆祝耶旦节的摆饰品 而距离耶旦节剩下不到一个月 如今却因为通货膨胀严重 运输成本材料成本增加 加上英镑对美元贬值 让进货的价格比往年贵上许多 同样的耶旦装饰品五年前一份售价15英镑 如今得要30英镑才买得到 有业者担心消费者会缩减耶旦礼品的开支 尽力调整售价的涨幅 但也有业者选择增加生产便宜的商品 以配合消费者的各种预算 像是这家巧克力店家因为是手工制作 所以评价巧克力棒的生产数量 就比精美的盒装巧克力来得多 而有些走奢华路线的商品 像是纯手工刺绣的羊毛靠枕 业者认为这类的商品不太容易受到通膨影响 在法国典型的学校午餐包含开胃菜 主食配菜跟甜点与起司 所有的食品都得遵循严格的营养指南 必须限制高脂肪高糖等食物 也要遵守适合年龄的配餐分量 让许多学校开始使用有机食材 跟在地生产的农产品 2019年开始每星期还规定 至少要有一天不提供任何肉品的午餐日 到了2022年 法国政府甚至规定学校公餐 必须有一半的食材 用的是永续型优质食品 其中有20%是有机生产的食品 规定的这么详尽却遇上了通膨 让小镇决定修改小学生的午餐菜单 而这个决定还是家长协商后的成果 避免一样午餐费增加的同时 也因为在家中一餐不会完整 吃完五道菜 尽管阴影通膨 学生的午餐少了一道菜 但地方政府也保证 会维持餐点的营养均衡 不止家长支持 小学生也依旧乐在其中 甚至连配餐的营养午餐业者也表示 减少了许多食物浪费 一举了得 关于西温特上编译